各位 美國的中期選 結果現在可以定下來了 在參議院那邊 就是被民主黨繼續控制住 而眾議院的控制權 就由民主黨轉到共和黨 當共和黨拿到眾議院的控制權之後 第一件想做的是做什麼呢? 並不是為國家考慮如何改善人民生活 而是要考慮如何對現在的總統進行調查 希望找到總統的罪證在手 趕他下台 我們聽聽有幾個議員說什麼 我們去看 我們會推出了一段時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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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共和黨上一段時間 共和黨上一場準備控訴現任的總統 調查一下 調查到有證據就會這樣做 等於現在的民主黨 如果找到證據的話 就會控告上一手的總統 大家會否覺得 這樣的政治對國家非常有用 不停的 好嗎 我們會推出了一段時間 我們會選擇